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三则精彩的新闻概述 首先 中办突发文暴露了官场的抵抗情绪 习近平再度出手 显示出强硬的政治手腕 与此同时 波音和空客飞机使用的假态可能源自中国 这一消息引发了全球航空业的关注 其次 习近平自爆美国试图诱骗中国打台湾 他表示不会上当 而在反腐高压态势下 西藏前一把手吴英杰落马 容将大员们感到恐慌 最后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颁奖典礼上 与学生互动频频 甚至还半鬼脸 这一漏网镜头让网友们大呼可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新闻台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突然发布文件 揭示了官场内部对习近平政策的抵抗情绪 习近平对此采取了新的强硬措施 试图压制反对声音 习近平还公开表示 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 但他不会上当 与此同时 西藏前党委书记吴英杰因腐败问题落马 引发了容将大员的恐慌 显示出当前反腐态势的高压状态 此外 一位曾因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 而在美国被定罪的哈佛学者 竟然获聘香港大学 引发了舆论关注 报道还提到波音和空客飞机 可能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假态 以及中国高价商品市场的持续低迷 穷人三件套价格却暴涨的现象 华尔街电视则聚焦习近平为何不修复中国经济 提出了他的四部原则 不知道 不在乎 不同意 习近平深知欧盟的软肋 派遣丁薛祥 赴欧谈判 试图在中欧贸易中占据优势 报道质疑没有西方市场 中国的出口机器是否还能运转 习近平曾提出一个问题 引发了舆论的广泛批评 在三中全会前夕再次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此外 节目还提到欧美国家明年将集体收紧移民政策 促使很多人考虑尽快移民 华尔街日报独家揭露了马斯克与多名SpaceX员工的性关系丑闻 以及17岁中专生江平在全球数学竞赛中的逆袭故事 引发了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深思 经济日报 蔡若连在回顾她担任教育局局长近两年的工作时 强调了加强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吸取2019年的教醒 帮助年轻人建立国家意识 她提到教育局在制度 课程和学生学习活动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包括高中学生的内地考察和文凭式 推出小学 人文科和优化高中中史科等 蔡若连希望学生在唱国歌时能够大声投入 表达情感 类似于唱K歌或教会唱歌 她表示 教育工作向播重 难以立竿见影 但相信方向是正确的 未来将继续推进国教工作 营造对国家认同和归属感的氛围 世界日报台北市长蒋万安 颁奖给1700多名获得市长奖的学生时 展现了亲民的一面 她在颁奖前表示愿意配合学生的各种拍照姿势 结果在颁奖过程中学了许多新潮的拍照动作 包括手指爱心和樱桃YA等 甚至还出现了半鬼脸的漏网镜头 蒋万安在脸书上祝福毕业生勇敢追梦 并表示学生才是真正的主角 她只是绿叶 陪衬着学生的青春和创意 网友们纷纷点赞 称赞蒋万安 亲民可爱 尽管也有人感叹市长的工作不易 联合新闻网 一大医院副院长徐耀俊回忆起18年前母亲离癌的经历 母亲因脊椎减压手术失败 卧床三年直至临终 徐耀俊表示 这段陪并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的重要性 她尽可能尊重病人的选择 用心沟通 希望避免类似的伤痛 发生在自己的病人和家属身上 徐耀俊强调 医学充满不确定性 任何医疗决策都需谨慎 并注重与病人的良好沟通 她希望自己不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 还要遵守道德义务 以病人为首要考虑 努力成为一位数得兼备的好医师 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15日抵达澳洲阿德雷德 是继2017年前总理李克强后 再由中国领导层访澳 象征中澳关系回温 然而 重修就好的表面之下 两国仍处在以美中为首的太平洋竞争局势中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ABC专访时表示 会向中方提出双方存在歧见的议题 包括台湾紧张情势在内 她形容 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世界上 引爆冲突最高风险之一 并强调澳洲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刑警 她还提到 澳洲会持续声援 遭中国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 以及敦促中国 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力量 向俄罗斯施加影响力 终结对务侵略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主任史林普顿 和前澳洲入中大使石立军认为 两国关系的提升 仅止于表面的正常化 能否长久维持上代观察 联合新闻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15日 在底特律的选举造势活动中 猛烈抨击美国援武规模 宣称只要他11月总统大选当选 将立刻搞定这件事 瑞士15日召开首次乌克兰和平高峰会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加码援武15亿美元 川普讽刺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是史上最伟大推销员 称他不断要求美国援助 形容这种行为如同无底洞 没完没了 川普声称在他以总统当选人身份 入主白宫前将把这事做个了结 自由时报的自由开讲栏目中 宫林东撰文报道 6月16日陆军官校迎来百年校庆 总统赖清德在致辞中强调军人 应坚守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并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赖清德呼吁官校学生深刻理解牺牲 团结负责的历史意义 要求他们贯彻不计死生 以寡击众的决心 他指出国军的属性随时代发展而转变 应效忠国家人民和民主 赖总统再次强调 捍卫国家主权是国军的神圣使命 绝不能接受首战集中战的投降主义 他还提到将继续推动国防改革 提升军事训练水平 照顾军人的生活与尊严 确保国军在保卫国家时没有后顾之忧 总统在黄埔建校百年校庆上的致辞 从多方面展示了台湾在面对中国威胁时的 坚定立场和未来的战略布局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在纽西兰访问期间 纽西兰主流媒体staff发布了一部揭露 中国政府长期从事间谍活动的纪录片 纪录片中曾任中国公安的H先生和移民纽西兰的Grace女士的故事 揭示了中国对纽西兰华裔公民的境外胁迫 纽西兰前国防部长李特也证实 纽西兰情报局一半的精力都用于应对外国干预 尤其是中国 纪录片还揭示了北京当局试图影响纽西兰政治人物的立场 并在华人社区动员统一战线 搜集情报和压制异议声音 悉尼仙区晨报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访问澳洲期间宣布 中国将向阿德莱德动物园提供一对新的大熊猫 允许澳洲在一定程度上自选熊猫 这种罕见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国向外界发出的善意信号 李强在参观阿德莱德动物园时 强调了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的重要性 并表示希望澳洲一直是大熊猫的友好家园 当地小学生还为李强演唱了熊猫主题歌曲 李强鼓励大家有机会到中国看看大熊猫的生长环境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诺曼蒂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中 似乎想要坐在空气上 被夫人提醒后才没有坐下 这段视频引发了对拜登身体状况的质疑 然而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查证发现 拜登后方其实有座椅 且视频只截取了拜登坐下前的影像 实际情况是拜登与其他与会人员同时坐下 这段视频被片面解读 误导了舆论 社交媒体疯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聚期峰会期间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时 面带不悦 甚至向马克龙投以死亡凝视 这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 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源于聚期声明中关于堕胎一词的争议 梅洛尼的政府试图淡化这一数语 但最终声明仍提到了生殖健康和权利 马克龙对此表示遗憾 并强调这是意大利人民的主权选择 梅洛尼则在记者会上表示 两人的争吵被夸大了 梅洛尼自2022年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以来 一直以鼓励妇女生育为竞选口号 以应对意大利的人口危机 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落下帷幕 共有80个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发表公报 支持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缺席 但会议仍取得了一些成果 聚焦和安全 食品安全和交换战俘的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前夕提出 若乌克兰同意各让四个州的领土 而军便可停战 但这一要求遭到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的拒绝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此次峰会展示了乌克兰盟友的坚定支持 同时也凸显了实现停火的巨大挑战 尽管乌克兰在战场上遭遇挫折 但泽连斯基在闭幕式上强调国际法治的恢复 并希望尽快取得成果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引发全国震动 被称为疯狂政治豪赌 这一决定导致议会停滞多项法案 街头示威不断 股市重挫 甚至总理阿塔勒在立法竞选活动中一度消失 民调显示 阿塔勒的支持率首次超过马克龙 复兴党内呼吁他领导竞选 解散议会的决定也引发市场恐慌 CAC40指数创下最大单日跌幅 街头抗议示威遍地开花 反对极右派国民联盟掌权 马克龙解释 解散议会是为回应欧洲大选结果 强调信任人民和民主 他批评极左和极右派 呼吁选民说不 然而民调显示 大多数法国人认为 如果执政党在立法选举中失败 马克龙应该辞职 尽管如此 马克龙以明确表示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他都不会辞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点赞 订阅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也有一个节目 点赞 订阅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看 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